刚刚半直瞄打的是看得见的目标 其实炮兵还要练就一身隔山打牛的功夫 剑瞄射击就是指打击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目标 那接下来的剑瞄射击的考核 除了从单炮层面对每个炮班每名战斗员进行考核外 还要从排连裙炮层面进行火力毁伤考核 全面的检验部队实战化的训练水平 剑瞄射击需要炮兵各单元联动配合完成任务 考核中采取的是等速射的方式 利用单炮对目标进行逐个剑瞄射击 这个剑瞄射击它步骤比较多 我们需要更多的环节去瞄准它 然后在这个指示方面感受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不可能看到它的命中点 在各级指挥下通信兵连通有线无线两种通信线路 阵地给各火炮赋予射像 瞄准手寻找基本预备瞄准点 侦察兵开设观察所 测量风向风速等气象参数 侦察计算目标坐标 计算兵收集各方数据计算射击诸源 相比半直瞄射击 剑瞄射击射程更远 实战用途更广泛 准备队102目标射击 暂点标准316 向右057 为时考核更加贴近实战需要 考核组随机更换打击目标 要求观察所迅速计算射击诸源 并由通信兵及时传输给阵地 随着单炮逐个射击 根据炸点命中情况 观察所赢连长随时修正射击参数 直至命中目标 剑瞄射击考核进行到第二天 要求对排连群炮层面进行火力毁伤考核 考核中风沙肆虐 温度仅有零下5摄氏度 高原高寒的逆风环境下 考验着官兵们 罪行复杂气候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侦察兵需要及时测量风速方向 更新气象参数 计算兵联动计算射击诸源 瞄准手根据通信兵传回诸源 反复瞄准 考核中 该旅官兵利用多种榴弹炮 对机枪火力点 碉堡等多个目标进行群火力覆盖 检验了高原情况下 流炮在不同情况下 对不同类型目标的毁伤效能 我们第一次年终实弹设计考核 消耗弹药大约2000余发 我们主要是对观察所和炮阵地各级指挥员 以及每名战斗员进行联动考核 以极高额铝实量化训练水平